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還是講比較簡短的一個小章節 投資人的生存在意第49節的 牛市對投資想法的影響 一個多頭市場,對你的投資想法會有什麼樣影響呢? 閃戶投資人,總是自以為精明 想到以前怎麼那麼保守,實在太傻了 如果我現在,如果我當時冒險一點 比如說開槓桿 融資 ALL IN 冒險一點,那不就發大,現在不就發大財了嗎? 不好意思,我舌頭還在痛 於是啊,他就開始造勁 因為其實多頭市場已經走一段時間了 哇 之前都沒買,現在趕快 衝啊 假借著積極 在投資手法的名義,來快速獲利 包括使用融資啊 還有 槓桿 什麼要開槓桿呢? 融資就是一種開槓桿 再加上買進那個什麼 正二的ETF 甚至 類似全證啊,之類的 都是開槓桿 其實這一切不過都是一個冒險投機的手法 這些心情啊 大家想要急著賺錢的這種念頭啊 都來自於 一個多頭市場 一個誘惑 而作者認為 這種情緒性的想法 必然會讓你 為你的策略改變付出代價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個人啊 他本來在這個市場上 運作的時候 他應該是有節制的 像 像愛謝克 他就是 在股市低檔的時候 就盡量買股票 然後高檔的時候 他就慢慢的就拋售 他是個非常節制的一個人 很有規律 很有紀律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一般的產戶 正確應該也應該這樣做 就是 在低檔的時候佈局 買比較多的股票 而在高檔的時候 盡量的應該是 降低持股 然後 現金要多留一點 這才是正確的一個 相對正確的一個投資態度 可是呢 投資策略 但是呢 因為你個人的 這種想要 多賺一點的這種情緒 這種貪婪的情緒 改變了你的 原先的投資策略的話 那你就會遭受 很大的損失 什麼意思呢 一旦 到了股市 後期的時候 哇你看 這麼好賺 動輒就 漲停 這時候呢 你 歐印下去 就是跌停 那你的 虧損就會相當的嚴重 多投市場 容易讓 投資人忘記他的 長期目標 而且容易過度投機 平凡的操作 因為這時候很多股票都會飆漲 很容易就胡亂聽信別人的意見 過度投入資金 這個很重要 很容易過度投資資金 忘記了 高檔的股價 早就已經反映了利多了 好 而這個 你的策略的改變 本來應該是很穩健的 低買高賣的 結果 因為你看到大家都在賺錢了 就是改變了自己的策略 這時候呢 到 可能導致你的虧損 甚至把你獲利要吃掉 損失你原來的投資部位 提高了你的投資風險 而你的資金 就浪費在市場的高點 等到他回檔的時候你已經沒有錢了 因此 建議的基本原則 要守住的一些基本原則 在多投市場進行過程當中 你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這些基本原則不要違背 那你就能夠 比較能夠全身而退 安然度過 第一個 用最強勁最好的股票 來 建構你最堅固的基礎 所以其實啊 我們要盡量追求 強勢股 領導股 這類的股票 盡量去搜尋這樣的股票 每一個族群都有這樣的股票 當然能夠找到最好的 那當然是最棒 那也因為他是最好的所以 大家都在追捧 他的價格肯定不便宜 而這些上市公司 他的基本條件是什麼 他是 我說這樣子的最強勁最好的公司 他要怎樣 是一個成長的 而且 在 應付各種狀況下 他都有能力去應付 突發的狀況 他都有辦法應付 也就是他有很好的互乘合效應 他有能力來應付 各種狀況 這是 很重要的一個選股的條件 再來 你要保留一些現金 以備不施之需 所以其實應該要避免 所以避免 已經 ALL IN的朋友 自己打自己一巴掌 好啦 開玩笑 那 最後呢 你要堅持自己的長期投資計劃 在牛市裡面的 長期投資計劃 比如說 低檔布局 高檔 撿碼 類似這樣 而 不要因為一時的恐懼或興奮 而改變你的 策略 比如說 你本來就應該 你認為應該 慢慢撿碼撿到後來 才全部撿完 可是呢 你因為 因為投資產還是會有波動啊 還是會有波動 結果 你因為恐懼呢就 提早把他賣掉了 或者是 因為 看到的 他一直長忍不住就ALL IN了 這都是不行的 你要想清楚你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是按照你的 決策 按照你的策略 還是因為是因為你的恐懼跟興奮在改變 好 那運用這些原則之前啊 這原則很重要 那運用這些原則之前你還要 準確判斷牛市已經走到什麼樣的階段 這其實才是最難的 我認為啦 我認為非常難 通常牛市走一段以後 投資人才會看出來是牛市 這很正常 你他不漲你怎麼看得出來他是漲 他是一個 頭頭高 底底高呢 對不對 這個趨勢朝上 你總是要過一段時間你 往後一看才看出來 那 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是一開始 你都很謹慎 說行情剛開始大家都很謹慎 為什麼 因為 才剛剛脫離空頭走勢啊 大家是說還怕得要死 所以這時候大家非常緊張 非常小心 所以部位其實沒有下的很大 等到呢 市場不斷上漲 這時候 連你自己都覺得啊 我太小心了啦 我應該早點 ALL IN 這時候 你就把你的謹慎呢 拋到了腦後 而 這時候就是你 最危險的時候 而 大多數的牛市啊 都是在 價值偏高後 劃下句點 也就是 漲過頭了 泡泡吹太大了 終究是要 回歸正常 正在這個時候 投資人最需要的就是 坚守這些原則 要不然你因為貪婪 而ALL IN 的 下場都會很慘 好 這裡呢 我給了一張圖 這個是那個美國 納斯達克 期貨指數的那個 線圖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今年以來 年初 因為 一樣 還是新冠肺炎的關係 導致了一個 大幅的下跌 快速的下跌 跌到後來 大家都嚇死了 真的那時候真的是 我還印象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 恐慌指數 1 連續好像兩天 兩天還是三天 恐慌指數 然後呢 終於 開始 漲回去了 那時候其實我都已經 我記得我資金慘賠了 大概50%吧 那時候我賠到50% 我都差一點要把他斷頭下去 因為看不到底啊 那時候看不到底 然後 開始反彈了 開始反彈了就開始 鬆一口氣 可是鬆一口氣以後呢 你看 他那個月線 又往下壓了對不對 那時候又感覺 又不行又不行了 又要再殺一段了 殺一段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 相當恐怖啊 在這個點 在這點不要小看 這個地方 是非常恐怖的 會覺得 好不容易長上來了 一些希望又破滅了 然後呢 又開始往上漲了 這時候 又開始轉區樂觀 這時候呢 你又開始加碼的時候 其實 很快的又開始下殺 就這樣子 辛勤的起伏 真的很有趣 因為這一路走來 我一直看著這個 所以我自己也有買 所以我一路走來 我就 這邊從上面買下來的 慢慢就開始解套 解套完了 這邊又開始受不了 開始就進去加碼 每一次的高點 都是我很興奮的時候 很有趣喔 真的 這很明顯 這是一個多頭的走 你看嘛 這是一個多 至少這一段是多頭 牛市的走法 對不對 頭頭高 底底高嘛 就一路往上走 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有趣 每一次我在這裡 我都很很開心 都很興奮 覺得明天還要創新高 可是每次到這裡 我都嚇得要死 然後都在這邊賣股票 這邊 就後悔 為什麼我沒有多買一點 這邊 又想賣股票 每 就這樣子 不斷的不斷的 這樣一路的 走到了這邊 到這裡的時候 我也是嚇得要死 然後 哇 好高興 可是這時候 我手上沒有什麼股票了 然後這裡 這裡下來了 又進去買了 可是然後去又很興奮的時候 太好了又要再賺了 結果 又殺了一個 殺到這裡的時候 心 又開始 心灰意冷 大概完蛋了 大概真的要多頭要結束了 可是 沒想到 又再上了一波 又再上了好幾隻 又開始樂觀了 我覺得人性 都是這樣 但是 我想用這個範例是告訴大家 應用在 這篇文章裡面 他已經告訴你了 怎麼樣 我們應該 要 堅守自己 一開始的投資策略 如果 我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怎樣 下殺到很恐慌的時候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下殺到很恐慌的時候 這裡應該是我要開始 買進 並且長大量買進的時候 而 隨著這個股價 逐漸往上高 往上高的時候應該是 逐漸 減碼 這才是一個有紀律的投資人應該做的事情 到這裡還是繼續減碼 那高點到哪裡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我已經 避免了大幅下跌的風險 我認為 我蠻佩服愛歇克 他能夠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景氣循環投資法 低檔買 高檔賣 然後 一回檔再買 他都是這樣子 他就是 自己設一個百分比 上來就賣 疊下來再補回來 上來就賣 疊下來補回來 就是用這樣的心態 然後不斷的 在這個 多頭市場裡面 不斷的衝浪 玩得很開心 真的很羨慕他 我也希望自己將來有一天 也能夠 像他一樣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預祝大家 操作順利 身體健康 心情愉快